告诉我们很多人误会哈林区经常听到电影 是否很不安全或是怎样的呢 在别的留言里留给我们 我们也想知道哈林的事情 王俊然也等了一会儿 好了 我们交给王俊然和我们报道九点的神早新闻 谢谢 香港台神早新闻报道 各位今天是9月7日 欢迎收听香港台神早新闻 我是王俊然 先听香港消息 支联会拒绝配合警方要求 不会向国安署提交职位常委资料 下午去到警察总部提讯 向警方交代拒绝理据 信中强调支联会并非外国代理人 质疑警方犯法律错误 以为只要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 就可以要求提交资料 又质疑警方没有提供任何理据 解释为什么相信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 违反自然公义原则 认为警方发信并没有合法基础 支联会副主席周恒彤在警察总部外面见记者 说不能屈服于无理的强权之下 就算放弃抗争力量 也不见得政权会放过 部分已解散的团体仍然被窮追猛打 常委罪汉光说已经就警方要求提交资料 以个人名义提出司法复合 新在狱中的支联会主席李卓人透过Facebook回应 强调支联会从来不接受任何外国政治组织的指示行事 促请警务处署长肖泽宜收回不合理指控 又说过去支联会以高度透明度向香港人交代 活动也是公开进行 得到香港人支持和参与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说外国代理人是 只有人受外国政治团体金钱资助为外国利益进行活动 重新根据《国安法》第十三条列明 警方有权要求外国代理人提供涉港活动资料 如果任何人拒绝相关要求会采取跟进法律行动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行政会前 回应支联会拒绝向警方提交资料 认为如果有人公然公开话一定不依从法律 不能称之为公民社会组织 又强调《国安法》去年生效以来 港府有法必用 警方要求支联会提交资料是法例赋予的权力 最终有没有违法由法庭决定是依法办事的精神 全国桥联副主席劳文端 昨日在报章撰文 说民主党如果禁止党员参选 可能违反《国安法》 民主党要求港府澄清 林郑月娥说 如果有人意图影响选举 煽动或破坏等等 会被视为罪行 重新新选举制度并非较证一息 香港第二季以永久离港为由 提取强积金申请有8000宗 涉及金额20.95亿 按年急升1.1倍 按资金局报告截至今年6月底子 强积金总资产大约12200亿 由2020年7月起计的12个月 以永久离港为理由 提早提取强积金的个案 总共有32,400宗 按年增加7.3% 总额是76.7100万 资金局发言人重新 以永久离港为原因 提取强积金的新属个案 并不等同移民个案 也包括申请人返回他的原居地 或者移居内地生活 他国际消息 据报英国首尚约翰逊今天会宣布加收国民保险征费 征费率将会上调1.25% 贴近早前报道的下限范围 将会为国民保健计划NGS带来每年100亿英镑的新资金 如果征费率最终是上调1.25% 以年新2万英镑计算 每年就需要额外支付130英镑 总额是1381镑 如果以每年3万元英镑的收入计算 每年就要给多255镑 全年就要给2706镑 不过约翰逊私下警告 就算有新资金 NHS的等候名单仍然最少要6年才能回到正常水平 而政府已经承诺未来6个月 会向NHS投入额外54亿英镑以维持營运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继续竞选活动 在参观完一间酒厂之后上车时 被一些小石击中肩头并没有受伤 据报有两人在传媒巴士上也都被石头击中 同样没有受伤 对手保守党形容事件不能接受 说政治暴力不会有人接受 而传媒也必须要自由 不容许骚扰和暴力 杜鲁多的疫苗政策是他的竞选主要政綱 上个月政府要求所有公务员都要在10月之前接种疫苗 否则会被辞退 有反对疫苗政策人士连番追击 早前在这个活动向杜鲁多举不民手势 加拿大目前是全球新冠疫苗接种率最高国家 巴西总统新闻办公室说 总统博尔索纳罗星期一签署法令 更改互联网社交平台规范 以打击社交平台任意删除账户、 个人资料和内容的行为 说这样有助保障新闻自由 删除账号或内容之前 社交平台必须提供正当理由和动机 西非国家基内亚星期日爆发军事政变 反政府军扣押83岁总统孔大 宣称未来几个星期内囚造新政府 各国谴责行为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密切关注基内亚局势 谴责武力夺权 敦促释放恐大 反政府军指挥敦布亚解释 政府管理不善引发政变 批评恐大政府统治之下 国家贫穷和充斥贪腐 在首都科纳克里 大批民众就政变事件上街庆祝宣称获得自由 澳洲央行宣布维持指挥利率在0.1厘不变 符合市场预期 同时将会继续缩买债计划 不过就决定将每个星期买债40亿澳元操作 最少延迟到2月 以反映经济复苏延迟和疫情的不觉定性 澳洲央行又说加息条件需要到2024年才会出现 并预计今季的GDP将会大幅下降 未来几个月的失业率将会上升 英伦银行委员忧虑持续量化宽松 或者会导致中期通胀如期升温 之后或者需要更大幅收紧货币政策 当经济再需要更多刺激时 令委员会适时应对的空间受限 《辰早新闻》到这里 Johnson 你的地产经纪不宜之选 买楼买楼 有口碑 港人话 信得过 Johnso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